在重庆繁华的都市下面 竟然藏着一座地下宫殿 巨大的洞道犹如迷宫 不知道通向何处 既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家 半夜能听到奇怪的歌声 从里面传出来 来董事里面经常听到有人唱歌啊 我们进那个董事里头可找不到人 声音究竟来自何处却无人知晓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进入里面一探究竟 揭开此地的神秘面纱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 是人工修建的 简直就像地下的镜头一样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进到里面去 住在周边的这个居民 他们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洞子 可以说是隐藏地下 几十年 整起了一个二区 感觉这里以前它是有设备的 设备已经完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我们继续往里面 这里面非常的巨大 这也是堵住的 我们再往里走看一下 哇 这边好大 这边还有响 感觉是有人在里面干活一样 这里有一个洞 但是躲住了被封死了 进不去 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被封死了 有老人 有这个粉丝透露 说这个里面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上面是钢筋 这上面是钢筋 这是钢筋混泥土打造的 这上面有个二二二 好大呀 这里面 真的像他所说的 是一个地下古城 那边还在 有人在打转的时候的声音 动动动动动动的 我现在在这里进去看一下 像不像果木 这个是木道 这里和外面是连通的 特别的局长 上面这些铁管都修饰了 也忽然之间冒出一个人头 还挺吓人 在这里面 这又是一个出口 哇 这底下的面积特别的巨大 真可谓是一个 地下古城 这外面 通向外面的这个洞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烂的椅子 看来以前有人在这里居住过 还有桶 全都是废弃的物品 这个地方还没有挖到出来 看一下其他地方 细细往这个洞穴深处前景 它这里面就像一公里了 我觉得 因为这里面做成一个商业终合体的话 接下来这里面特别凉快 这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是什么秘密基地 就是我们往这边走 这个地上 全是蝙蝠寺 看一下这边是什么的 在想 感觉有一个机器 在风鸣 就从这个洞里面发出来的水 被水走出去 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看一下是哪个地方 跑到了一个门向关城的一个空间 感觉这座山都是空的 底下 我们现在把灯关掉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里面的气息 看着特别的神秘啊 感觉这里以前是有车子路过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 封闭了 哇 看到洞口特别的近 但是 除了很久 我们都还没有走到头 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从那边一路走过来 右手边有很多洞道 全是被封死了 然后这边呢 有洞道 这边的洞道好像都是连通的 这里还有一个字 这上面好像都有字 但是风化掉了 看不到 我们看一下 哇 这里还花的有牛 相加平 相加平线 这些符号不知道写的什么意思 这边的墙上也有 哇 像恶魔一样 下面还有一张像耳朵一样 又像猪的一个脸 这个像是一个符 这里还有一个人 啊 全全我什么什么 我们继续看 这里又有一头牛 他这边 和这边呢 都是贯通的 然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墙上 有鬼 有人 说这里面有鬼 那他说的就是 午夜 看到有人在这里面跳舞 在这个隧道里面 但是我近来什么都没看到啊 而且这是一个贯通的隧道 应该说是贯通整座大山的地下古城 不应该说是隧道 里面整体还是特别的干净 这走不了多远 这走不了多远 被风堵住了 这上面 这上面 这上面还抹了这个白墙 看着挺安静 哇靠 并没有风堵住啊 给人的视觉 视线错觉就是风堵住了 这边是堵住的 这边有可能就是这样 这是堵住的 电筒没电了 我们把头盾打开 这里面确实特别的神秘 感觉这个墙有什么东西 被别人用这个掩盖住了 削向飞 从那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区域啊 感觉在这个城市里面格格不如 就像人消失了一样 上面还种了一些涉及豆 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一股水 下暴雨的话 它这里面就会被水给淹住 这些洞子应该以前都是年通的 现在都被封闭 上面而且上面还有一层 看一下 这个 这个好像湿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也被封死了 已经被封死了 也有可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已经起了中乳丝 这上面也有 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 吹齐了 地上的话 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原路返回 这个 这次提供的例子 我们就探索完毕了 奇怪的是 就是它这个前面还有 有四根柱子 不知道以前做什么用的 看一下第二层 第二层这里好像是一些 建筑 以前 但已经封死了 防了很多这种草 而且它这上面还有一个管子在漏水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安全飞去的一个状态 没什么看点 现在我们从这里下去 连路返回 这个 处于闹市区的 部署 这里有一些箱子 上面写的教练的 二十号 我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有 里面什么都没有 而且这个是一个防水的箱子 这箱子特别的好 空箱子 这家周围 户外箱的话 真的是特别的好 我们继续走 好了 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出来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动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洞穴深处为何惊现神秘建筑 是古墓 是古墓还是石塔 洞中大量的灶台和神秘的石堆 又埋藏着神魔秘密 民国时期的青花碗和大量的古人用品 又会告诉我们神魔 大家好 我是小动猛 今天我们要探索的是位于湖北深山 崖壁上的一个洞穴 当地人称太平洞 传说是太平天国鸿秀泉的根据地 那么传说会是真的吗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进入这个神秘的洞窟 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太平洞里面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洞的洞枪啊 还是特别的这个大的 人在里面可以完全的这个直立行走 然后它的高度啊 有接近5米 宽度啊 有接近15米的一个样子 进来的这个地方啊 发现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石梯子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往下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种水潭 总共的话 看到没有一路下去有四五个 我们在这边呢 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又发现了这个人工 这个人为用这个石块堆砌的一个 这种弧形的一个啊 像是一个储物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空间 不知道是什么 在这个洞口下来啊 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啊 有一个岔洞 大家看一下 是往这个啊 里面走了的 我们这会儿的话 不探索这个自动 我们先探索这个主动啊 太平洞的主动 如果说啊 红秀群的太平洞在这里面住在过的 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这里面啊 特别的这个巨大空间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人为的一个痕迹 哦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两个灶台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碗 三个灶台 三个灶台啊 三个灶台 这里有一个碗 还有这个 这是烧火的地方 啊 啊 这个碗是一个古代的碗 上面是青花池 不知道什么什么朝代的 就在这个地方放着的 啊 我们现在继续探索 其他地方 哦 这里有一个小坑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小坑 这个小坑还是特别的大的啊 这里 然后 看这里面 也有人在这里面熬过销 应该是 现在 这个是流销出来的一个地方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呢 又是人修建了一个台子 修建了一个台子 现在 呃 这个 小北和阿兹已经下到这个 洞穴这个底部了 然后 这个底部呢 又往上走了 看到可以看到他们是往上走了 上面还有一个洞道 接下来我们就下去 哇塞 在这个地方啊 就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这个 右手边又发现了一个小洞道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用这个石头堆起来的 有可能以前把这个洞给封了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哈 这个洞呢 往里面走了 我们爬下去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 太平洞 主洞的第二个支洞 这里是消土 这个洞 被这个消土给封死了 进不去了 走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死洞 现在我们继续往外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也有人 用这个石块堆起了一个痕迹 刚刚我们从这个洞过来了 在这边呢发现了一堵石墙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这个灶台 还有这个火炉 就是烤火用的一个火炉 方的总共是两个 这里有一个 这边这个灶台 修得特别的好 看到没有 两口锅 一上 一上 一下 而且这个上面 看到没有 这个炉桥都有 修得特别的好 然后这边 就是一个销石 然后下面是销钢 看到没有 这下面是一个圆形的销钢 然后我们往下看一下 哦 这里也是一个死的 然后它这个洞穴的这个壁上面 有很多的这样的洞穴的一个符笛 密密麻麻的哈 这些小黑点就是了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走下去 继续向这个洞穴的这个深处进发 刚刚前面传来的消息是说 在这个里面呢 发现了这个一个石头 这个是个什么 看一下 哦 这里是人为修建的一个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用的 我们继续往前面找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圆形的 用石头堆砌的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建筑啊 哇塞 我环绕一圈看一下 就是一个圆形的台子 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一个塔啊 有可能是一个塔 这个里面会不会是埋着某种东西啊 大家觉得呢 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它这个四周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四周都没有这个孔洞 都没有孔洞 然后这里啊 像像杯一样 这个里面几块是比较大 哦 这个会是做什么用的呢 很神奇 明显这个上面呢 应该是还有的 以前有可能是一个塔 也有可能是一个塔 我个人感觉有可能也是一座木啊 也有可能是一座木 具体是 是什么 还不得而知 现在我们爬到这个上面去看一下 哇 这上面是平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是平的 这上面 这个台子啊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会不会是这个点降台啊 也有可能是点降台 就是说 当时 呃 这个将领就站在这个地方 呃 开始点兵 也有可能啊 因为这里面啊 看这个规模的话 可以住这个几千人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个洞里面 现在我们继续 他说你下去 哇 快看 这里发现了一个大灶台 一个圆形的灶台 又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灶台 这个灶台好有意思哦 只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灶台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独立的灶台 哇 好好看的 一个圆形的 一个圆弧形的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地方 哇 挺好看的哈 看到没有 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继续 往这个里面 而且这个 这个也是都是生过活的 这里面的灶台都是生过活的 我们继续往这 东西伸出走 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 又发现了这个灶台 哇 这个好圆哦 大家看到没有 好圆 然后 这里还有一个是个连过灶 这里还有灶 这里还有 哇 看一下 到处是灶 到处是灶 哇 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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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整的消灯 这里面 这里面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灶台了 然后还有这个土石街 探索 哇 我开始以为是个宝剑 他的这个地方 这好像是个铁器 是个木头 但是拔不出来 拔了一下 哇 啊 传说中的神器 被我拔出来了 我说是个阴沉木 快来看 我发现了阴沉木 好像一把宝剑 哇 这个拿着还挺重的 就在这个地方插着的 我现在把它放回去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地方 发现了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挖消土 这个就是消土 它们浴槽浴槽的 这个挖土的一个痕迹 在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是这个 这个洞到来 一直还是往这个里面走的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 继续还是继续往里面深入探索 然后就是这个洞的两边 分别堆了这种 石块 就这个一个包包 一个包包 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埋着什么 还是以前 就是把这个 剪到两边 把鹿给留出来 但是我也感觉不是特别的像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成绩也特别明显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没有小土了 全是这样的碎石块 这个焊到里面 这个洞 现在我们感觉不知道还有多深 就是说 这两边全是这样的碎石块 堆着这个石墙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 这里也是 全是这样的碎石块 这边 哇塞 这可以说是 非常值得来 探索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这个古遗迹 哇塞个钱 看一下 后面他们两个也是跟上来了 现在是我一个人在最前面 开路 看一下 这里发现了蓝宝石 然后这边呢 发现了红宝石 这个两个合起来非常的像 阴阳泉 是不是 好 其实是我在这里面放了两个灯 这个水也特别的透 这个灯打起来的话就特别的好看 现在我们继续 快来快来 这边有个地道 哇塞 这个地方确实是一堵城墙了 还挺高 有这个 两个我这么高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 大家看 发现了一个方形的孔 现在我进去看一下啊 你在这等着我 这个里面呢 并不深 有可能是一个藏东西的地方 有可能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 他进去的话 是直着进去 然后往左拐的 就没有路了 特别的浅 现在我们去其他地方再看一下吧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洞还特别的深啊 我们现在进来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 但是现在这个洞还没走到头 不知道头像什么地方 而且这里面呢 随处可见的这个古椅子啊 就是古人熬销的一个椅子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古代的人在这个洞穴里面 熬销是特别的艰苦的 从中也能说明了这个销啊 在古代啊 对这个军事上面的应用啊 是特别的频繁 所以说才导致有很多人 情愿来到这个深山峡谷的这个洞穴里面 挖这个销土进行熬销 我应该是正这个观想啊观影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出发 看一下 他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啊 发现了这个一个古丸的这个碗底 然后呢 我在这边啊 大家看 看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碗底 看一下 又发现了一个湖 这是古代的人 喝茶的湖 绝对是喝茶的湖 很古老的一个湖 然后看哈 我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一个东西 这个湖有问题 哇 这有碗了 这是明碗 这是明代碗 对 我们上次在农岩寨 是不是看到就是这个 对 这个明代碗 这个应该是明代的这个 呃 茶壶 不是不是泡茶的茶壶 就是古人 肯定有古人 这就说明古人哈 肯定是在这里面追逐过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生活的痕迹就是 刚才这个湖在这个地方放着的 我也是把它放回了原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这个状态 看到没有 特别的像一个古墓 这里是一个机台 上面是一个坎 就是摆排位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像啊 然后 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里又是一个这样的 我们继续这个探索 哇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灶台 而且都是生过火的 看到没有 下面就有这个炭炭渣 然后看一下这个缝隙 这里面我刚才爬进去看了一下 这里面的话 没有洞了 他们挖消土 就挖到这个地方 就没有再往里面挖了 真实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会儿的话 我们只有原路返回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走到洞口了 刚才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四角 这个天空已经暗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中午 出来的话 基本上是下午六点钟 这会儿的话我们就回去了 好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的们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的风景 我们下期视频了 有机会再来探索这个之洞 拜拜